气候不稳影响到了苗栗县农产生长状况也不佳 西湖乡种植文旦幼 那么今年开花期吹南风 再加上五月份的雨势 导致这结果率不理想 平均大约只有五成左右 农会是报请天然灾害补助 希望能够来补贴农民损失 西湖乡是苗栗县文旦幼主要产区 现正是结果成长期 但在花絮之上 原本是要沉串结果却寥寥无几 恐怕会影响到今年收成 走进果园 原本应该要结实累累的文旦幼 却只长出零星几颗 西湖乡文旦幼进入成长期 部分的果数结果率不到五成 要收花结果的时候 那么有一股热的一个焚风 造成我们结果率非常的不良 那么在五月二十号 我们苗栗县政府 农粮署还有改良厂 也派员到我们的柚子山 去做灾害的会刊 那么结果率大概有的甚至不到三成 三月底四月初吹南风 五月又受到雨势影响 导致文旦结果率差 西湖农会担心收成 与苗栗县政府农粮署 乡公所的农政单位 到果园会刊 结果已经不理想 成长期又担心会有落果问题 农会呼吁农民加强果园管理 文旦幼农在面对气候极端的影响之下 那么具有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也要一直呼吁我们的幼农 虽然结果不良 但是还是要用心的去做原期的管理跟栽培工作 以完成初补会刊 报请农委会 争取一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 给予现金救助 也期盼接下来都是好天气 让文旦健康平安长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